新媒體新時代中天跨界演出 那現在Makio呢 這被警方求刑了四年 媽媽媽說Makio一聽到 當場腿軟整個瘫掉了 連洗個頭髮現在都在一直哭 吃不下也睡不著 整個人報仇 神仙一局功不能平息 大眾怒火 依然Makio涉嫌殴打 司機遭到檢方從中求刑四年 媽媽面帶憔悴 透露Makio簡直崩潰 暴瘦好幾公斤 沒有我心痛而已 就心痛而已 我看著電視一直哭 其實 其實也不是說看著電視一直哭 其實他還是要面對 那Makio呢 Makio他知道說他被從中求刑四年 對啊他的反應 彈在那邊吧 滿臉無奈 媽媽媽說Makio連洗個頭都在痛哭 母女倆一起憔悴 連帶媽媽媽都心灰意冷 已經癌症第四期 卻打算停止再就醫 而就說打人的有機龍灰 日子也不好過 稍香拜拜 替問獎祈福 都得趁晚上私下進行 資深媒體人葛樹人透露 有機龍灰介入在朋友家 因為不敢出門怕被揍 三餐都有朋友外帶素食果腹 這幾位年輕人久厚 然後犯了這麼大的錯誤 他會選擇原諒 雖然受傷論獎 鬆口怨應原諒 其實沒有律師出面幫Makio 和有機龍灰辯護 法院考慮指派公社辯護人 因為一時的酒醉犯下大錯 一個下跪道歉 一個賠上演藝之路 後續官司煎熬更是遙遙無期 中天新聞綜合報導